即使那個人不是很長時間去做創作的 但是中間有嘗試 每人都有些嘗試 合起來都可以的 我叫李芝達畫漫畫的 畫了四十年左右 其實我畫香港的東西畫得很少 我是特意不畫香港的東西 當然這麼多年來都畫了少許 因為有些東西是有人要求我畫的 其中有一張就是畫了果欄 就是這張 都有幾張關於香港的 但是那些是沒有這麼明顯的地方 覺得果欄有什麼美麗 是神秘的 即是相對我 接觸了這麼多 覺得這個地方是 好像不是普通人可以進來的 還有喜歡那些結構 喜歡一些鐵皮的東西 有很多圖案 有很多質感那些東西 所以覺得這個地方是挺有趣的 你現在畫了過 有什麼樣的? 通常畫那樣東西 盡量有少少不太畫那樣東西 這樣就會好一點的 如果不是就好像很順理成章那樣 畫完整出來就好像不太耐看 所以就將它拿到一些元素 或者是一些感覺的東西 這樣就用一些亞通紙去畫 這次拿張畫來過欄有什麼感覺? 感覺嗎? 帶它回家 不帶走的了 在香港創作有什麼感覺? 基本上都 拿來搞的 知道了好像不應該做的事情 但要做 那個感覺就是這樣 你會鼓勵人創作嗎? 都鼓勵的 但有時候覺得適量地鼓勵 就是不是很勁鼓勵那一隻 因為自己知道是怎樣的 如果它真的很澎湃 那就最好了 我少少鼓勵它就搞定它 它會有很多去自己的想法 它會自己選擇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 最重要的人會主動去做就最好 你會去果欄買三個 不要太貴的 當然 也有買台灣的釋迦 不過台灣的釋迦很貴 我吃泰國的釋迦應該沒有 等下年應該要 好